齊柏林传出坠机罹难 而负责飞行的临天航空也出面道歉 今天的任务 我们今天是执行 大家都知道 我们今天执行的是 看见台湾第二集的一个空拍的一个 空拍跟空刊的一个任务 然后飞机上的人员 飞行员是张志光 然后海关专科班 飞行时速5500多个小时 然后机上的人员齊柏林 还有他的一个助理陈冠奇 那今天我们在10点40多分的时候 从台东的临时起降场起飞 预计沿着花东重谷 往瑞税 然后转到海岸线 然后返回池上的临时起降场 在一个多小时 飞行一个多小时之后 然后飞机失去了联络 然后后来我们请 航管帮我们协讯 然后因为飞机的光点消失在雷达 萤幕上面 然后我们就启动了这个整个 整个一个失事的救援的计划 然后已经通知了罹难者的家属 那罹难者的家属现在也从台北赶往台东 我们现场留有业务人员在那边处理善后的事 那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 我跟大家都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这架飞机最近一次的检修是什么时候 我们这架飞机最近一次的检修时间 是在四月 四月份 今年的四月份 它做一百个 一百小时的一个正常的例行的检查 那这架飞机 它是2001年 制造生产出来的 然后飞行驾驶员跟张志光 跟齐柏林导演 之前也配合了很多次 那在技术上面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纯熟的一个飞行驾驶员 今天的天后非常良好 那至于发生的原因 那我们要等待那个飞安委员会的一个调查报告 我们才有办法跟媒体大众公布 谢谢